赵丽颖背后的大佬究竟有多牛 连向华强都直呼惹不起 成龙见了他都得喊一声大哥 二人相识于某档真人秀节目中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下 任达华了解到了赵丽颖坎坷的成名之路 被其独立坚强所吸引 不仅如此 赵丽颖是一个十分敬业的艺人 就算是意外受伤 他也会咬牙坚持 任达华看着十分心疼 于是便经常围绕在其身边哄其开心 在嬉戏打闹之间 任达华与赵丽颖成了望眠交 赵丽颖喊其叔叔 任达华则喊他为女儿 在某一期节目中 任达华发现一件密室 他二话不说的就蹲下 让赵丽颖踩着自己进去 在录制过程中 赵丽颖不小心磕伤了膝盖 任达华在得知此事之后 不仅停下了自己手上的工作 而且还让赵丽颖将腿搭在自己的身上 暖心帮其处理伤口 也正是在任达华的照顾下 赵丽颖的伤口才得以很快的恢复 也正是因为如此 二人在节目结束之后 联系的十分频繁 每年赵丽颖过生日时 任达华都会在第一时间 就隔空送上自己的祝福 所以这也就不难理解 大家为何会觉得 任达华是赵丽颖背后 最大靠山的根本原因 但值得一提的是 赵丽颖并不是不懂得知恩图报的人 当年任达华在参加活动时 遭人刺伤 伤势十分严重 但彼时刚刚生完孩子的赵丽颖 在得知消息后十分的着急 不仅以最快的速度打电话询问 而且还亲自拜托自己在香港的朋友 替自己前去看望 所以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他们虽然不是妇女 却胜似妇女了 其实除了任达华之外 就连吴奇龙对赵丽颖也是宠爱有加 2014年 吴奇龙开了一家娱乐公司 注资上千万 为了关注女儿赵丽颖 吴奇龙特意将1%的股份 以10万的价格让给了她 随着其公司发展的越来越好 赵丽颖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 就赚回了10套房 但可惜的是 赵丽颖至今依然是单身 赵丽颖离婚后无人敢娶 根本原因竟是娶不起 毕竟人家500万的劳斯莱斯说送就送 从农村女到30亿富婆 如今的赵丽颖到底有多好 赵丽颖如今在北京的豪宅 位于朝阳公园附近 是一栋占地超500平的独栋别墅 周围的邻居都是纳英等一县大咖 别墅的配置也是十分的奢华 院子里自带一个超大的人工壶 以及超大的私人花园 整体的环境十分的幽静 非常符合赵丽颖高冷的气质 除了北京的豪宅之外 赵丽颖在上海黄浦江上有一套海景房 隔壁就是东方明珠 堪称是上海最黄金的地方 除了豪宅之外 赵丽颖的豪车也与霸道女总裁相差无二 只要是出席活动 赵丽颖开的都是114万的埃尔法 普通外出的时候 赵丽颖最常开的就是 一辆价值50万的红色奥迪 除此之外 赵丽颖名下还有一辆价值50万的路户 别看赵丽颖对自己花钱如此的节俭 但在面对父母时 赵丽颖出手却十分的大方 为了让父亲可以安心享受 赵丽颖连眼都不眨一下 就豪至500万为父亲买了一辆老斯莱斯 其实赵丽颖能有如今的这个地位 也与其强大的吸金能力脱不了干系 根据不安全统计 赵丽颖自从出道至今 投资了11家公司 再加上其在演艺圈辛苦的拼搏 也积累下了不少的财富 截止到2019年 赵丽颖的身价已经飙升到了30多亿 从一个出身农村的小女孩 到如今的女强人 赵丽颖可谓是完美逆袭 但就是这么一个女强人 也有一段难以忘却的情商 看到赵丽颖与冯绍峰离婚后手合体 才懂二人的爱情有多亿难平 前段时间 赵丽颖被拍到带着孩子 与前夫冯绍峰一起外出吃饭 这是二人在离婚之后首次的同框 吃完饭后 三个人还一起坐车回家 看着十分的温馨 要知道其他女明星在离婚后 恨不得与前夫没有一点来往 但赵丽颖与冯绍峰却不一样 她们在离婚时没有闹翻 如今也十分的体面 当初二人在一起时 虽然年龄相差了九岁 但她们却依然爱得十分甜蜜 当初在拍摄女儿国时 赵丽颖因为对体重的管理十分的严格 所以一有时间她就运动健身 而冯绍峰也变身得力小助手 不仅蠕动带着赵丽颖跑 而且还会主动帮其计算好各种食物的热量 有了冯绍峰的暖心陪伴 赵丽颖的夜生活变得十分有趣 而赵丽颖每天早上 也会主动给冯绍峰送早饭 因为冯绍峰经常口腔溃疡 赵丽颖的包里会时常准备着几何维生素 虽然二人因为工作原因经常聚少离多 但她们每天都会联系 而且每个月都会见一次面 甚至还约定好了 三个月就一起去看望一次对方的父母 不仅如此 二人还为未来做好了打算 建立了一个共同账号定期往里存钱 为之后的生活做好准备 不得不说 从开始恋爱到结婚 她们两个人一起再用心经营着她们的小日子 但可惜的是 这段婚姻还没有维持太久 在2021年4月 她们二人就在社交平台上官宣了离婚 如今时间仅仅过去两年 她们二人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 自从离婚之后 赵丽颖将所有的重心都放到了事业上 如今的她不仅逆袭成实力派演员 而且还受邀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证明了自己 而反观冯绍峰 自从离婚之后 事业上跌落谷底 这几年就算是拍戏 也没有掀起太大的水花 不过冯绍峰就算当不成演员 人家最起码还是可以回家继承家业 或许如今的结局 对于她们二人来说 就是最美好的结局吧